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差不多在三四周 我也忘了三周到四周 就是我跟你们分享过 我们这里有二十一二万的人 就是申请福利 那前天我看了新闻呢 现在已经是三十四万了 三十四万的人申请福利 我们的人口一共是五百万 那你看这个失业比例是多么高 而且还在继续的 到圣诞节的时候估计五十万都不值 因为我认识好多洋人已经都失去工作了 全部都打了研磨点申请福利 那有一些嘛 因为在新西兰是这样 如果你有房子 你没有任何的收入也可以申请福利 而如果你在账号里有八千块钱 那你就属于有钱人 你没有资格申请福利 他不会给你 那中国人呢 在这都有几套房子 都有点房租收入 所以万八千的在账号都是有的 所以他们反而拿不到福利 所以其实这个群体 其实好多中国人也早就没有工作了 没有工作都在家待着 但是他们不申请福利 是因为他们有钱 没资格 那这个也是不少的群体 不少的群体 就像我自己的孩子 他也没有工作 两年都没找到工作了 但是呢 他有点房租收入 他也不够申请资格 就是申请个百八十的 但年轻人不愿意去张那个口 就没意思 要不然的话可以申请四五六百块钱 那他只是他有其他的收入 他就给他一点 他就没意思 他不愿意去占那个名额 是这样子的 所以那么 现在我们新西兰每天还是一粒 两粒 有的时候零粒 就是这样 蹦蹦蹦一点点的 就是全是输入性的 就从海外回来的 这个当地人 因为有些Kiwi 或者是有永久久留身份的 在海外 就是stuck在外面 那么现在他陆续的回来嘛 那他回来以后 他就要隔离 一隔离一查 就是阳性的 奇怪了 回来的就阳性 他也没有多少回来 因为国家人口本来就少 这回来聊 那回来聊 就这么弄 反正就是回来一个 就是那个 所以我都不知道 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奇怪 是不是他们本身 在他们的国家就有 还是说明人人 已经带上病毒了 所以挺可怕的 我都没去查过 我自己 反正就是回来一个 无论从哪个国家回来的 回来一个就是有病毒 回来一个就是阳性 你看最后等于是 全世界人都带着病毒 我的天 回来一个就是有阳性 所以这挺可怕的 哎呀 我看到 厉害过 现在 这个南方是 狂风暴雨的 然后其实我发现 好像全球都在 下暴雨 我们新西兰也天天下暴雨 我们这边 也是的狂风暴雨的 不过我们有保险啊 如果我们的房子 哪刮坏了 保险公司都是赔的 不怕 所以我们一点也不担心啊 他把房子挂跑了 我们也不怕 所以我们都有保险 当然你会交个电底费 电底费还是少 只要坏了东西 还是有损失的 但是这个损失 你能承受 我觉得我听这个 韩国的朋友也说 他韩国也是天天下暴雨 他们都没办法出去 我们 我们新西兰是冬天 也天天下暴雨 然后 我们新西兰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不对外 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的人 入境我们新西兰 就是自己人先回来 自己人先回来 现在这个疫情 就是这个情况 那那些想来的人 我觉得 我觉得他可能要等到大选了 你明白吗 可能要等到大选 因为西方这个 11月3号美国大选 然后我们这边 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吧 他大选的时候 他有一些新的政策出台 更主要的是 他不一定换什么帮派 你明白吗 不一定换什么帮派 所以政策都不一样 但是无论换什么帮派 无论换什么帮派 没有一个帮派 是对CCP有利的 那对CCP没有利的话 往死里为由他的话 那他的人民也是跟着 殃及无辜了 也是会受牵连 所以呢 签证了 特别你看 你看朋友们 在新西兰有工作签证的人 都回不来 他没有工作了 他公司都垮了 他就不允许他回来 就这个工作签证就作废了 你说你没有工作签证 你怎么可能来再找工作 当地人有身份的 有工作签证 可以自己的 他都拿不到工作 公民都没有工作 都失业了 几十万人失业 你想想起来 他哪有工作给你啊 所以你们来了以后 就轻得要中介骗你们 花了很多钱来了 来了以后出很高的租金 然后两眼目 什么都那个 然后你再回去 这个老米伤财 我觉得这个是折腾 真的是折腾 心情是可以 都想出来 我这都想出来 所以我提醒了 我知道现在 实在有人出不来 大家就开始偷渡 这个偷渡是太危险了 真的是 你们一直还能 我觉得天都快亮了 所以坚持一点时间吧 因为上哪里也是 像地狱一样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也虽然是开放了 但是我们也卧在家里 没事也不出去 因为你出去 你还敢接触谁呀 你不可能认识个人 你说 你有没有病毒 他永远不会告诉你 你知道现在租房子 都受影响 中介公司是怎样 为什么 因为人已经 在哪待下就待下 不来会走动了 以前他们洋人 都是自己带家具 现在都不带 都要人家退配家具 就是走起来容易 你明白吗 所以现在整个 这个生活 整个国际局势 全部都变了 人家好多的计划也变了 我们新西兰还继续的 你知道 我说等着疫情过后 政府会玩命征税吧 现在疫情还没过去 我们政府就开始征税了 因为他顶不住了 他没那么多钱了 他就平民地征你的税 那征了以后 大家都觉得不干 这个时候这么困难 你征我们的税 怎么也是得抗议 也在这 洋人这样挑头 就开始向政府抱怨 但是我跟你说 政府他没钱了 他不弄百姓 他弄什么 民主国家 他就这样 冠面堂皇的 独裁国家 他直接就洗劫你 我听说 现在开始 试点的厉害国 开始说你的房子 直接就被政府收去了 什么你花 四百万五百万 买的 七十年的产权 你的外面 七十万产权都没有了 七十年 直接就给你收了 收了以后 你再到处来挣钱 再租他的房子 你看流氓吧 你知道吗 流氓吧 所以你碰到政府流氓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像我们这边 你明明说是司法独立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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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对待 特别对对待中国人 在判案的时候 你就像城管队的小份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 你可以不看证据 你可以 你可以胡说八道 他这法官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病毒 还有一点挺好的 就是让那些色情 也彻底的消失了 妓女也怕死 妓女嫖客也怕死 没钱嫖了 也不敢卖了 所以呢 我觉得上帝 真的是很公平 这个让邪恶的人 制造这个病毒 毁了这个 整个色情行业 没生意了 我们新西兰是一个 黑社会 可以申请 像公司一样 可以申请执照的 妓院可以申请执照的 这两个 这两个 企业都很赚钱 你明白吗 黑社会贩毒呀 然后妓院 是干什么 大家都清楚 很赚钱的 中国人在这搞得 非常赚钱 但现在也生意不好 不用人家给他砸他窑子 病毒把他窑子砸了 搞笑吧 我看到这个 再两天 我最欣赏的国家 就是以色列 你知道吗 我看最近以色列 什么外交部发言人说话 什么给你那个 这个发表声明 去大爷 什么都不干 敲不声直接就干 直接跑到这个 我觉得他是配合美国 这个土耳其和伊朗 这两个独裁国家也是的 这个这个这个 炸完了 他们都不知道去了 就轰一圈走了 你看没有 现在这个整个 土耳其和伊朗 也都乱套了 然后南中国 这个这个也乱套了 你知道吗 你看他们那个 CCP也在那军演 军演不是 然后美国就两艘航母去了 哇 都在哪里 秀鸡肉 都在秀鸡肉 但是我跟你说 秀着秀着秀着就 就玩起来了 其实 其实我告诉你 就美国也不愿意 真打 因为美国他有那么多的 保护对象嘛 所以他得给他看看 大哥在这呢 甭怕啊 你在这秀鸡肉 大爷的 我这更厉害啊 所以呢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是一种 政治策略吧 应该也不会全力打起来 就烧钱呗 烧钱这又谁的钱 老百姓的钱 这都是老百姓的钱 老百姓都冲去睡了 挣回来 你看印度 印度 揣着那个 CCP玩 一会儿7.5个亿 买到俄罗斯 买 买 买军活 一会儿 五千万多元 这个这个大米 你看没有 就弄着弄着就弄着钱 这会儿跟来很的了 直接 直接取消59个APP 你知道现在 在香港取消了 就像那些 这个谷歌 谷歌的那个商店 就是 苹果手机下下架了那些 中国的那些软件 慢慢的全世界都会下架 所有的中国的出的软件 就是 就是给它下架了 然后 当然这个东西是要程序一步一步做 下架他们所有的APP 取消他们那些大外宣媒体 赶走他们的孔子学院 哎 你知道吗 就是说邪恶就是邪恶 它这个孔子学院 它已经彻底 全球都已经知道 是什么机构了 然后它又弄了一个 哎呀 我又忘了个名字 反正这个名字就是 就是也是交流 反正换糖不换药 还那么小玩意儿 就是也是一种 渗透的一种 宣传一种机构 但没有用的 它现在弄什么 人家都不上当了 不允许 现在也不允许 他们国外的大学资助 也不允许什么挂名的 副教授了 都不允许了 不允许了 不允许学术交流了 所以不允许 就跟中国的大学学术交流了 所以慢慢慢慢慢慢 而且我现在 美国现在共产党员 也不允许在那拿身份 所以你看了没有 现在所有所有的 全世界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对CCP很不利的 但是CCP在殖民不悟 继续地作恶 然后让它那些留学抓出来 你看看我前天分享的 那个老太太 人家一辈子老夫妻 就算那个老头 真的去看你一眼 你就骂他一顿 然后搬走就行了 就是饶了人家 结果呢 就把那个坑的老头 钱老头就不想给他敲诈 老头吧 就被抓去坐牢四年 然后这一辈子夫妻 六十多岁 七十岁 又逼着人家离婚 因为这个老太太不想回去 她保她自己 所以她就离婚 其实她不是真想离婚 离婚以后 她还不能申请福利 像中国人在那儿不能犯罪 所以这就是这些留学抓干的 这个贱货 你知道吗 你说你在洗手间里边 这个窗户都是别墅 都靠外边 然后她有窗帘 然后而且在这的 这个淋雨间 她那个都是磨砂玻璃 你想看也看不见 她把门一关 哪里能看得到呀 所以她就是胡说八道 就是胡说八道 别看我没在现场 我绝对知道她黑 因为现在她们钱出不来了 她们就想尽一切办法 就编故事黑你 所以你真的都不敢靠着她们 靠着她们 她们有的是招 你知道现在 七十七八十九二十岁的孩子 怎么会这么坏呢 我都没有想到那些新人 我玩不过她们 你知道吗 太坏了 太邪恶了 所以呢 你们要出来以后 你可别听她们一会儿那个 她一开始到我家去 也是阿姨长阿姨短的教 你看背后就 就是弄一些假证据 弄一些假的乐图记录 就假的 然后呢 全部都是假的 做视频 就像 就像那个孩子 就像那个孩子 那个 做那个视频 你看就那个孩子 做视频 就是问西大大那个话 其实我知道 她那就是剪切的 问在弄一个视频 她这并不是真的和人对话 我们家房客就是那样 剪切的视频 剪切的视频 然后 然后给我配音 给我 给我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拍照往上弄 然后做了一个假视频 就说 我欠她钱 你说 你说谁会 这个 一套房子 只租一个房间给她 才120一株 然后闲着其他房子 然后她就说 叫她整租 说她整租 就是120 那我不是脑子有病吗 是不是 120 给她一套房子 一套房子可以租到600多 怎么给她120 然后整租 其实整租是还归 那个租赁房庭馆 就是分租房间 根本不给她管 那她也管 她也胡烂管 她胡烂弄 你知道吗 她胡搞 反正就是说 她要黑中国人的时候 她就胡黑你 她就这样 就是我 只要你碰到她就倒霉 就像这个老头被判 44年似的 她说不清楚 没有证据说不清楚 因为她就死咬着她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老头 如果给她4000块钱 可能就没事了 不给她 死咬着 你说你就租个房子 花点房子 有什么不平衡的 其实她 她就是默寐着良心 她就是最后等于 在人家里边白住 住完了这半年 白住房子还赚钱 就为了自己这点利益 她就毁了人家这对老夫妻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这对老夫妻睡在客厅 就是为了弄点钱 所以你有看到吗 就是说 这个邪恶 她不是说一个两个人 这么邪恶 她就跟这个邪恶的政权一样 这些这些小王八崽子 你知道吗 那这些人 现在美国白宫已经都说话了 他说这些五毛粉红太可恶了 太可怕 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那谁又知道 我不是五毛 你不是五毛 他不是五毛呢 所以我们出来的人 没有出来的人 都被怀疑是五毛间谍 都觉得我们是可怕的人 都不给我们机会 你明白吗 以前很多洋人喜欢找中国女人 现在很多洋人都不找中国女人了 不找了 哪怕缅甸的 印度的哪都行 就是不要中国人 一听中国人就吓得 就不说话了 你明白吗 所以很少 非常非常少 有些外国人还愿意找中国人 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 他影响整个 那中国男人更不用说了 他没有人 外国人喜欢给 当然他也不是说一个名由 但是那个比例少得 非常可怜 给中彩票似的 也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的生存之路 全被邪恶的这个独裁 给堵死了 他弄了这么些 这么些渣子 这么些流血渣出来 不过祸害完了以后吧 最后没给他带来任何利益 给CCP拉了足够的仇恨 让全世界围有他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惹了我们这些海外华侨 我们这些海外华侨投诉呀 我们可以上网说呀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政府 谁亲共我们就不选他呀 我们也投诉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的 等着疫情过后 我们新的移民政策出来 绝对对中国人是不利的 绝对的 甚至都不允许中国人来了 你知道吗 因为来了以后 谁知道谁是不是放毒 放完毒以后那怎么办呀 是不是 现在网上倒是说 9月份有一次疫情 说CCP要再次放毒 那个洋人跟我说的 也是的 我说真的吗 没有发生不知道 有的人说11月份 有说9月份 反正我们看吧 现在都不是7月份了 是吧 但是这个 全世界现在很多的人 带着病毒了 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 所以有些 我给您分析这些情况呢 就是说朋友们 我知道你们想出来 有的人很想出来 但是出来以后吧 我们这些当地拿到身份的人 都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 你说你们没有身份 甚至有租房子 好多华人都不敢租给你 你知道我 我都不敢租 因为我不知道谁是 谁是什么人 是间谍不是间谍 我都不敢租给华人了 你说华人友好的 我知道呀 可是我不想去跟他们 一个一个去做实验 那实验不起啊 所以我干脆就下 现在躲得远远了 你知道吗 你一百个单当中 有十个人作恶 那九十个人都是好的 那我也不敢 因为我不知道谁好 谁不好 我实验不起啊 而且很多人都像我这样 很多人像我这样华人 所以我在这里认识的 就是虽然我没见面 大家在群里边 都是属于反对邪恶的那些人 他们都说都没有华人朋友 都不交的 其实是不是都不好 肯定不是 但是他们就不敢 他们不想去惹那个麻烦 因为太复杂了 他们太复杂 太阴险了 你知道吗 你看前两天那个女的 就往后买那个病毒那个 一个女的 你知道吗 你看她像个恶人吗 她如果跟你是朋友的话 你也不会是恶人 但是她就是 你知道吗 但是就这一个人 能祸害整个民族 在海外的人 就是会受影响 我们的生存 我们的就业机会 甚至我们的婚姻机会 都没有了 当然我不存在了 我现在名花有主了 那就是我就跟你说 这个情况呢 就是很多人 就机会就少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 这些刘小杂 不过CCP 我觉得她也是个傻串 挠得进水了 你看看 她弄这些刘小杂的loser 她就是 本来人还没有那么 疯狂的去恨那个CCP 现在这些loser 在马上又骂人 到时全世界采访 媒体这么一波 全世界都知道了 哎呦 我觉得真的是 人人都想吹他们 你知道吗 好像那些人渣 都代表所有的中国人了 你知道吗 其实不是这太原谅 太不公平了 大家都知道也不是 好多人恨他们 但是呢 他们就给 这个国家和民族 这个群体造成了 非常非常非常坏的影响 你知道吗 那人吃一千长一只 人家就吃一次 亏一辈子记了 像我吃一次 他们一次亏一辈子 我就记着了 我躲远远的 我吓得跑远远的 光我呢 我认识我的人 知道个事 他也躲远远的 我认识的几个 认识三不上朋友 他们的房子 现在他都不租 就不租给中国人 所以你有看到吗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所以呢 现在我们新西兰的 失业率继续在 现在是34万 我觉得还会多 继续多 我觉得圣诞节 圣诞节的时候 六十万都不值 你知道吗 当然还是有上班 但上班也是硬撑了 你看 那个商榜 商榜城里边没人 全是些做生意的 然后买的都少的 可怜少 但是就卖咖啡的 我看了 两元店什么的还有 因为大家总是要需要一些东西 超市还有 你总得吃喝嘛 但是呢 那个 有一些不该买的 就已经不买了 我的朋友是坐屋顶的 他就是坐屋顶的 他说我已经两个月都没有拿到一单了 原来一个星期拿到好几单 大家都没钱了 有钱也不花了 你看知道没有 我看到这个视频好像在台湾也在下雨 全世界都在下雨 所以 谁也阻止不了 科学在发达阻止不了 阻止不了上帝来做事 是不是 这地太肮脏了 要用水来冲洗 冲洗完了就分手 好 谢谢你们的宝贵时间 乖看我的视频 谢谢你们的支持 不要忘记订阅啊 明天见 谢谢你们的宝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